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二月谈如今是越加的繁荣了 抛开经典歌曲时代不说 多元化歌曲风格也是将歌手的特点和长寿全面发挥 让听众所喜欢的歌曲类型选择性更广 然而歌曲类型在如此的繁多 也逃脱不过一个定律 男生和女生直到周深的出现 真正声音有何特效之处呢 有比较刻板的话来说呢 周深的声音是介于男生和女生之间的 属于另外一种另类的少年音 但若具体一些的话 我却认为是周深的声音 在整个歌坛都能够显得与众不同 这不仅仅只是音色的差异 人的声音多少呢 也会有些许的瑕疵 与乐器相比 人声的可塑性会更高 但同样瑕疵性呢 也会更高 这就是为何 五一不全的人不适合做歌手的原因 但人声演唱 无疑更能够让人对于歌曲产生共鸣 人天生俱来呢 就有与同类的接近感 与排斥感 演唱同样是如此的 有的人天生会对某种声音特别喜爱 但有的人呢 也会感到反感 周深的声音特点就在于 更贴近于自然 将瑕疵进最大的限度去缩短 也许对于自然很多人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观念 什么是自然呢 风声 雨声 蟲鸣 鸟叫 都是一种自然的声音 这种声音很能够让人静下心来 仿佛是身处于自然之中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歌曲也同样如此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演唱的最好的状态 就是一种完全的融入 用声音把音乐本身的美表达出来 这也是显得声音极为重要的 男声普遍低沉 有磁性 也有特殊的爆发力 男声呢 不仅仅只是一种音色通俗的体现 就好比是歌手张杰吧 他的声音不仅是有磁性 也较为高昂寥亮 相比来说呢 是还比较有特色的 但这也离不开男声的范畴 因为从听觉感官来说 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来 但周深不同 周深的歌声让人难辨男女 似少年音非少年音 若真的准确些表达的话 我更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自然声 其实对于自然声 最容易感受的一个方式 就是当你闭眼倾听 泡开一切的情感 能够从单独的声音中感受到宁静 享受 那就是自然声 这种声音是很难靠训练而达到的 这也是一种天赋 是与生寄来的 但不管怎么说 歌曲的本身反映的 就是情感共鸣和歌曲的境界 所以暂不说声音的特性 能够很好地发挥出 歌曲本身的魅力 就是一位优秀的歌手 每种声音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径 也不可原因为声音 去否认一位歌手 歌坛能够盛停这么多年 每位歌手的付出 都是共不可没的 吃瓜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